北京时间10月26日,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,梅西和姆巴佩分别二球二助攻,内玛尔破门加造乌龙,如今莱比西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,梅西毫无悬念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。 他自己打进两球的同时,还助攻了内玛尔和索莱尔破门。 35岁0123天,梅西成为了欧冠历史单场22传的最年长球员。 最近三场欧冠比赛,梅西贡献4球3助攻,本赛季各项赛事出场16次已经打出11球12助攻的数据。 据统计,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。 在欧冠层面,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,比C罗多7球。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,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。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,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。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,大巴黎提前一轮出现。 他们在只剩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本飞卡4个竞胜球,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。 伯努其后点铲射空门得手,游文扳平1比1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